相关变率 假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化率 彼此相关 那么这几个变化率就称为相关变率 那么往往几个变数呢 它会在某个关系式下面 这个会满足这个关系式 如果X跟Y这两个变数 会满足这个关系式 那假如说我现在的变数X 会随着时间T而改变 那么因为XY要满足这个关系式 X变动会影响到Y也会随着变动 或者Y变动会影响到X的变化率 那么两个变化率互相影响 这两个变化率我们就称为相关变率 那么这个相关变率呢 我们要看它的计算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关系式的话呢 我们把它两边对T导数 两边对T导数 那么我们X可以看成是T的函数 Y也是看成T的函数 XY会随着T而改变 那么这个变化率 那么这个变化率我们就得到一个关系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来看两个变化率之间的影响 以及它的关系 那么这样子可以来求相关变率 那假如说三个变化率 那假如说三个变化率 三个变化率呢 它也可以是满足某一个关系式 假如三个变化率满足某一个方程式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 我的X对T的导数 Y对T的导数 Z对T的导数 彼此之间呢 也会满足一个关系式 互相影响 那么这几个我们就叫做相关变率 若X平方加Y平方等于100 X对T导数是1 Y对T在X等于6的时候导数等于多少 那么XY满足这个方程式 代表呢 XY会是在半径为10上面的点 假如XY在这个圆上面变动 那我们想象X对T 对时间T在变动 它的变化率 随着时间变化率是等于1 那么Y对T的变化率 在X等于6的时候 这个半径是等于10的一个圆 所以在X等于6的时候呢 Y会等于8或者是负8 有这两种情况 那么假如说X X对T 就是说X会变大 这个变化率是正的的话 代表X会变大 它有可能呢 这个点是往这个方向运动 那这个X座标 这个会变动 变大 变1 也可能呢 是在这个点 往这个方向运动 这个X座标才会变 X变化率是正的 往这个方向运动 X座标会是正的 那么由X变化率是等于1 我们要来看 在这个地方 Y的变化率会是多少 在这个点 Y座标是往下 会变成 变成比较小 那变化率会是负的 在这个点的时候 Y座标 这样子往这个方向变动的时候呢 Y座标会变大 那这个变化率会是正的 那我们怎么来看 Y对T的变化率 也就是说Y对T的导数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关系是 两边对T导数 我们X随着T变动 Y也随着T变动 X可以看成T的函数 Y也可以看成T的函数 所以X平方对T导数 我们先对X导数 然后呢 要乘上X对T的导数 Y平方的导数2Y 那么还要再乘上 圈入了Y对T的导数 100的导数是等于0 所以在已知条件 X对T的导数是等于1 并且呢 我们把X等于6带进去 那Y可能是8或者是-8 那么把它带进去的话 2X是12乘上X对T的导数 加上2Y Y是等于8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导数 这个会等于0 由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变化率 这个是Y等于8的时候 往这个方向运动 所以变化率 这个会是负的 这个会等于负的 负的四分之 负的八分之十二 负的十六分之十二 所以是负的四分之三 如果Y等于负8的时候呢 这十二乘以1 减掉二乘以8 Y对T的导数 X等于6 这个要等于0 在这个Y等于负8 这个点 X变大 Y也会变大 所以Y对T的变化率 这个时候呢 会是正的 所以四分之三 所以在已知X的变化率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把Y的变化率求出来 那么有两种可能 负的四分之三 或者是正的四分之三 空气以每秒80立方公分的速率 打进一个球状的气球 当气球半径是10公分时 半径的变化率为多少 那么假如说我们把空气 打到一个气球 这里有一个孔 这个空气可以打进去 那空气打进去 这个球体积的变化率 就是以每秒80立方公分的速率 在做变动 我们把球的体积公式 目前要先当成20 等到定积分应用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球的体积公式 证明出来 半径为R的球 体积呢 是等于三分之四πR三次方 那么体积跟半径 两个之间 这个有一个关系式 因此体积的变化率 跟半径的变化率 彼此相关 构成一个相关变率 那么这个相关变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这个关系式 两边对T导数 左边就得到体积 对时间的导数 就是变化率 三分之四π是常数 造写 R三次方对T导数 我们就先对R导数 然后圈入了 再乘上R对T的导数 那么以致体积的变化率 是等于80 那么现在要求 半径的变化率 好 半径的变化率呢 我们现在是要求当半径 半径等于10的时候 好 那我们要求半径的变化率 所以我们把这个条件带进去 80等于三分之四π R现在用10下去带 那这里呢 R对T的导数 就是在R等于10的情况下 所计算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化解一下这个式字 这个184跟8再约一下 所以这个呢 约分一下10跟2再约一下 这个是5π分之1 会等于DRDT 这个在半径等于10的时候 所以这个变化率 变化率的话 就是等于5π分之1 这个半径的变化率5π分之1 那么它的单位呢 是每秒这么多公分 以这个速率呢 在变动 两台车 一开始从相同的点出发 有一台车呢 是往南 每小时 60公里 那另外一台车呢 它是往西 每小时 25公里 有一台往南 每小时 60公里 那么两台车 分距离的 变化率 两台车距离的变化率 是多少 当经过三小时以后 经过三小时以后 两台车距离的变化率 那我们知道 这台车呢 一直往南开 经过呢 T个小时 它开 这个距离 如果是X 这里的话呢 经过T个小时 它这里开 往西 距离是Y 那两台车 它之间的距离 就会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有一个变化 那假如说 两台车之间的距离 我们叫做Z 那Z会随着时间 在变动 我们现在要看 Z的变化率 我们先把关系式找出来 Z平方会等于 X平方 加Y平方 那已经知道 X的变化率 变化率就相当于 一阶倒数 所以这个 60就相当于 X的变化率 Y对T的 倒数 就相当于呢 这个变化率 变化率就是 每小时 它走25公里 所以已知这两个变化率的时候 我们看Z的变化率 这个就是相关变化率的问题 相关变化率 我们只要把这个关系式找出来以后 两边对T导数 两边对T导数 75 那X等于180 Y等于75 我们算一下 Z应该是等于多少 1875 1875 这个是60 25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三角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三角形 625 我们除以5 这是5比12比13 5比12比13 这种 这种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里是等于 Y是等于75 75相当于乘以15倍 Z就是等于13 乘以15倍 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乘以15倍 是180 15倍 是75 我们找出Z 那把它带到上面 这个式子 这个一样有2 把它约掉 带进去 那Z就是等于 13 乘以15 我们现在要求的 DZ DT 在T等于3的时候 等于X X是等于 180 乘以60 加上Y Y是等于75 乘以25 我们把它约分一下 约分一下 这里15 约掉 这里是4 15约掉的话 这里是5 所以13倍的 DZ DT 会等于多少呢 4 嗯 这5吧 提出来 5提出来的话 这是5 36 36乘以4 144 144 再加上 25 这里是169 169 跟13 又可以约一下 这里是13 所以DZ DT T等于3 的时候 5 乘以13 就等于65 每小时 这么多公里 所以它距离的变化率 它是以每小时 65公里 这样子再做变动 1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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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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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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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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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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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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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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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2 one travel south at 20 mile 小时 每小时20英里 and the other travel west 另外一台是往西 有一台是往南 同一个点出发 一台是往南 它的速度是每小时20英里 有一台是往西 同一个点出发 它是每小时15英里 the rat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cars at three hours later yes 多少 那么两台车间的距离 经过三个小时之后 经过三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这个车开到这里 这是三个小时 经过三个小时以后 两台车距离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假如说这台车所走的距离 跟这台车所走的距离 一个设成X 一个设成Y 那两台车之间的距离 这个D D的平方会等于 X平方 加上Y平方 X的速度 这个速度就相当于距离 对时间的变化率 相当于呢 DX DT 这是等于15 好 这个这台车的速度 就相当于这个距离的变化率 Y对T的导数 这是20 所以已知这两个变化率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要看 The rat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cars 这个两个车之间距离的变化率 那两台车之间距离的变化率呢 就是要求这一个的导数 这个导数 那这个导数 这个我们把它设Z好了 这个我们把它设成Z Z的平方等于X平方 加Y平方 那这个两台车间距离的变化率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Z的导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两面对T导数 这是2Z乘上DZ DT 会等于2X乘上DX DT 加上2Y乘上DY DT 好 三个小时之后 下三个小时之后 这台车走了60英里 这台车走了45英里 那这个时候呢 Z值等于多少呢 它这里是3比4比5的话 这里就应该是75 好 所以我们把Z等于75带进去 好 T等于3的时候 我们现在X会等于45 Y等于60 Z会等于75 把它带进去 这是2倍的75 这是2倍的75 乘上DZ DT 我们就用20带进去 我们就用20带进去 好 减一下这个式子 DZ DT会等于多少 我们减一下我们减一下这个式子 减一下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约分 2把它约掉 然后约掉15 约掉15 这是5 这是3 这个是4 所以这里还有5倍 3乘以15 这里是45 加上4乘以20 这里是80 所以DZ DT 125 除以5 所以是25 单位是 My 小时 cubic feet per minute 假如说一个球 气球 这个是圆球形的一个气球 它的膨胀呢 在每分钟12立方英尺的这种速率在膨胀 How fast is the radius of the balloon change When the radius is 3 feet 那么它的半径 这个气球的半径呢 是怎么样子变化的呢 当你的半径是3英尺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气球 这个是球状的一个气球 那这个球呢 它的半径是等于R 那球的半径是等于R的时候呢 它的体积 我们知道球的体积公式是3分之4 πR 3次方 那这个气球我们现在呢 就吹气进去 吹气进去的话 体积就会产生变动 它变动的话呢 就是相当于它的变化率 变化率相当于是体积对时间的倒数 那变化是每分钟12厘方英尺 气球吹气进去 体积的变化率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要求什么呢 半径的变化率 半径的变化率在什么地方呢 在半径等于3的时候 半径的变化率 题目是这个意思 所以体积跟半径写出这么一个关系式 体积变动 半径就会跟着变动 那两个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是相关变率的问题 那相关变率的话 我们就两边对T求导数 体积对时间的导数 右边三分之四π 那对T导数的话 这是3R平方 先对R导数 还要DRDT 我们以之条件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12 这个是三分之四π 乘上3 在R等于3的时候 我们把它带进去 乘上DRDT 这个时候DRDT 就在R等于3的时候 它的变化率 就相当于这个导数值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的话呢 这个是12 12的话这里约掉 约掉 这里剩3 三π 所以DRDT 在R等于3的时候 会等于三π分之一 它的单位呢 是每分钟 这么多英尺 at what rate is the volume of a box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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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ts length is bar feet and increasing at 每秒三英尺 its width 宽度 六英尺 and increasing at 每秒两英尺 height 高度是四英尺 and increasing at 每秒一英尺 现在我们有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的长矿高 比如说我们设成 xyz 那么我们现在呢 xyz都在变动 x每秒变动 三英尺 这是宽度的变化率 宽度对时间 变化率就是导数 这是三 长 那宽的话呢 宽度的变化率 高度的变化率 xyz 被射出来了以后 那我们已知 它的变化率 是这个样子 那么要求 体积的变化率 让我们知道 体积的话 是长乘以宽乘以高 当你长宽高 有变化率 变化的时候 影响到体积的变化 那这个就叫做 相关的变化率 那么要看这两个之间 相关的变化率 我们就是两边呢 这个式子 我们两边 对t导数 就可以来看 两个变化率 之间的关系 所以体积对时间的导数 这个会等于 这个相乘的导数公式 相乘的导数公式 我们是xy乘上 z对t的导数 再来的话呢 用xz y对t的导数 再加上 yz x对t的导数 那我们现在是要把 是等于3 y对t的变化率 是等于 2 z对t的变化率 就是导数 这是1 好 我们把它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 v对t的导数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在长宽告 8 6 4的时候 那这个变化率会等于多少 我们把它带进去 然后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里是72 所以我们把它加起来 这里是184 这变化率 t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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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知道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呢 是等于1分之1的底乘以高 面积公式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三角形 底部在变动 底部在变动 底部变大 它是每分钟变动3公分 那这个变化率 变化率的话呢 就相当于 底对时间的导数 导数就相当于变化率 底部的变化率是3 面积的变化率 面积的变化率的话呢 就相当于面积对时间的导数 它是每分钟变动8平方公分 那要问说 高度的变化率 这个高的 how fast 就是高的变化率 这个是高的变化率 在什么时候呢 当你高是等于4公分的时候 高是等于4公分的时候 并且呢 面积是10平方公分的时候 那么这个 高度的变化率是多少 所以题目我们换成数学符号 是这个样子 那么已知 A面积跟底高的 关系式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看这些变化率 之间的关系 这个叫做相关变化率 那相关变化率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两边对T导数 两边对T导数 面积对时间的导数 会等于二分之一的 相乘的导数公式是 前面乘上后面的导数 加上后面乘上前面的导数 我们就把A等于10 H等于4带进去 A等于10 H等于4 那我们就要解出来了 这个时候底是等于多少 二分之一底乘以高 会等于10 所以A会等于5 那把H等于4 A等于5 还有呢 刚刚这个已知的变化率 带进去 这几个变化率带进去 这里是8 会等于二分之一的 A是5 这是H对T的导数 这是H等于4 A等于10 加上H H现在是4 乘上A的变化率 这里是3 利用这个式子 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现在要求的 高度的变化率 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8减12 负4 负4 除以二分之五 负4 除以二分之五 所以这个是等于多少呢 对不起 这里是4 3 12 12 除以 2 这里是6 8减6 这里是2 2 除以二分之五 所以这个是等于 五分之四 那它的单位呢 就是每分钟 这么多公分 在变化 高度的变化率 这是五分之四 一个三角形 高度呢 是以每分钟 两公分 地震 面积的话 是以每分钟 6平方公分 地震 那么它的底部 是如何变动的 当高度是12公分 并且面积是96平方公分的时候 假如我们有一个三角形 假设它的Bass 就是它的底部 是A 它的高度 Attitude 高度假如说是H 那我们知道三角形的面积 是二分之一的底震高 宇致高度的变化率 就相当于高度对时间的倒数 面积的变化率 就相当于面积对时间的倒数 在这个宇致条件之下 我们要求底部的变化率 Rat Rat就是变化率 S它的底部 底部的变化率呢 我们相当于是要求什么呢 A对T的倒数 在什么呢 在什么时候呢 当你的高度 当你的高度是12 并且面积是等于96平方公分的时候 那我们利用已知的这个式子的话 我们看变化率 就是相当于两边对T球倒数 这一个对T倒数 这里也对T倒数 那左边对T倒数的话呢 就是面积 面积的变化率 就是DADT 右边二分之一提出来 前面乘以后面的倒数 加上后面乘上前面的倒数 以致呢 面积的变化率是6 高度的变化率 这个是2 那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H等于12 面积等于96 所以H等于12带进去 这个是DADT 是我们要求的 是要求H等于12 所以H等于12带进去 那H等于12 面积等于96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底算出来 什么时候呢 高度12 面积96 也就是说96要等于 二分之一的D 乘以高 高是等于12 所以我们去算一下 A应该是等于多少呢 A是等于16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16带进去 所以利用这个式子 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是等于 12减掉32 除以12 会等于DADT 这个是当H等于12 A等于96的时候 这个式子算一下 这个是等于负的20 负的20除以12 约掉4 4 5 20 4 32 所以呢 它的变化率 底部的变化率 是越来越小 所以是负的三分之五 这个是每分钟这么多公分 如果它变化率 它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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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平方公分 每分钟 then the rate of the rate of the diameter changes when the diameter is 10公分 equals 那这个是说 有一个雪球 雪球 它的表面积呢 在慢慢的递减 每分钟 1平方公分 在递减 那么它的直径 直径的变化率 会是多少 当它的直径是10公分的时候 现在我们有一个雪球 那这个雪球的话呢 这个是立体图形 这个是一个球 假如这个球呢 它的半径 现在是看直径 直径的话呢 这个直径 比如说我们把它射成L 直径如果是L的话 球的表面积公式 球的表面积公式是4πR平方 R是半径 那如果直径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除以2 4πR平方 这是它的表面积 那已知的话呢 表面积的变化率 是等于1 变化率就相当于一阶导数 所以我们从这个关系式 然后呢 知道它的变化率 要求L的变化率 这种就叫做相关变化率 那么要看相关变化率 我们只要把这个关系式呢 两边求一阶导数 所以S对T的导数 会等于4π 这四分之一 提出去 L的平方导数是2L 乘上L的导数 那现在我们要求 当直径是等于10的时候 那这个直径的变化率会是多少 所以L等于10 我们把这个等于1带进去 这个会等于2π乘以直径是10 要求直径的变化率 所以我们这个变化率 所以我们这个变化率 就等于 这是20π 20π分之1 但是我们一开始有告诉你说 这个表面积呢 是D减 D减的话呢 我们变化率 其实要加一个负号 变化率应该要加一个负号 那表示越来越小 所以这里呢 应该是-1 那直径的变化率也是负的 表示直径呢 也是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变化率是等于这个 单位的话呢 就是每分钟这么多公分 这个油船出意外 它的油 以每分钟四拍立方英尺的速率 倒出 那么倒出的油 以一个圆的形状 厚度是六分六十分之一英尺 这个是以一个圆 倒出来 那么厚度是六十分之一英尺 那么这个半径的变化率 当半径 when the radius is 六十英尺的时候 这个半径的变化率 那半径的变化率 就是要求DRDT 当半径是等于六十英尺的时候 是等于多少 那么油倒出来的变化率 是每分钟四拍立方英尺 这个油倒出来的话 这个就是体积的变化率 那已知体积的变化率 求半径的变化率 那这个油的体积是等于 这个是半径是R 是πR平方 这个圆面积乘上它的一个厚度 两边对替导数 我们得到体积的变化率 会等于 六十分之π R平方的倒数 2R 2R一次方 然后R对T的倒数 当R等于六十的时候 这里四拍会等于六十分之π 2乘以六十 DRDT 再圆一下 再拍一下 这个DRDT 会等于2 因此 每分钟 海岛上有灯塔 以每分钟旋转三圈的速度 速率旋转照射 设置塔距离平直海岸 最近点A为2公里 B点在岸上 距A为1公里 试求灯光照射B点时 灯光沿海岸 以形的速率为何 有一个平直海岸 那我们就画出一个海岸 海岸旁边呢 有一个灯塔 这里有一个灯塔 灯塔距离平直海岸 最近点A 这里有2公里 那我这个灯塔上面的灯光 以每分钟 每分钟三圈 每分钟三圈的话呢 相当于是说 这个灯光旋转的速率是 每分钟六拍进度 进度量 每分钟 每分钟六拍进度量 它的单位呢 是每分钟六拍进度量 旋转的速度 这个角度旋转的速率呢 是每分钟三圈 三圈就是等于六拍进度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 灯光这样转动的时候呢 灯光沿着海岸 移形的速率 那灯光沿着海岸 比如说灯光照到这里 灯光照到这个点 距离A点是x公里的地方的话 那假如说这个 夹出来的角度叫做θ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x还有θ 跟2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知道θ的变化率 我们要来看 灯光沿海岸 移形的速率 灯光沿海岸 移形的速率 就相当于是要求什么呢 x的变化率 变化率 x随着时间 这个变化率 就是它的速率 所以我们现在相当于要求呢 这个变化率 是在什么时候的变化率呢 是在b点距离a为1公里 也就是说x等1的时候 这个是等多少 那我们的已知条件呢 是角度的变化率 角度的变化率是每分钟6π进度 那这个变化率 讲到变化率 大家就要知道是导数 那这个是角度呢 对时间的变化率 所以是θ对t的导数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已知这一个变化率的情况之下 要求这个变化率 那这种问题叫做相关变化率的问题 那相关变化率 我们就必须把这几个变数的关系 先找出来 从这个直角三角形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2乘上tgθ 2乘上tgθ 就会等于x θ跟x的关系是 从这个直角三角形 就可以写出来 那相关变化率呢 我们就看这两个式子 分别对t求导数 左边导数的话 tg的导数是等于second平方 那因为是对t导数 所以圈入了 还要有一个θ对t的导数 x对t的导数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变化率 那现在要求呢 在x等于1的时候 这个变化率是等于多少 那x等于1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三角形 这里是2 这里是1 那角度的话 θ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θ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时候的θ 因为不是特别角 我们就用反三角 octg的2分之1 x等于1的时候 角度就是用octg的2分之1 带进去 那么secondθ会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cos 所以second是2分之 斜边我们就把它算出来 这是根号5 所以second值是等于2分之根号5 second平方就用2分之根号5的平方 带进去 那θ对t的导数 θ对t的导数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是等于6π 每分钟这么多进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 x对t的导数 x等于1 那我们就来算一下 这个式子 这个是4分之5 4分之5乘以2乘以6π 这个呢 就是等于约分一下15π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x对t导数在x等于1的时候 15π 那它的单位呢 时间是每分钟 15π 公里 就等于1 5分之5 就等于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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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